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来 今天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人生的歌 有效有效 真的有效 如何有效呢 不是要介绍大家吃药了 是要介绍大家来讨这个心经 来讨诗篇 实在你讨诗篇的时候 你会感到很多你的心情 在中间描写到非常非常沉浮 那心情不好 就要来讨今天这篇 今天这篇 哪一篇呢 四篇 今天我们讲到八十八篇 八十八篇 你来说什么 说上帝我很辛苦 上帝我永远要死去 这个世人也很厉害 这个世人说 我现在买书好像给你等在那房子補一样 我四十月好餐像是四人 我食材的人都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不知道你的生活中 没有这种心情还是没有 让你感觉你的生活绝万 到一个利用的都移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的地方叫做绝境其中 在绝境中的一个基督 说我绝境都绝万去 已经感觉自己 生活都没有感觉了 四篇上上说 这个世人的世人 有当时也说我在这些 似乎真正的中在用海 今天这篇是在说 我似乎住在四人中 没感觉 上去旁边不是没有人 有人 但是这些人不像四人 怎样都没有什么感觉 我上上也感受到 现在社会也是这样 你跟这些人做会 你会觉得很粗糙感 就是结果他们怎样都没有什么感觉 比如说你在台湾 你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些男人 都没有人数学都在那边 变得最后 家庭都没有什么时间跟孩子做会 但是没什么感觉 你如果大家都有感觉 大家做会来检讨 我们做会来低空 我们都没有一种文化 如果这样又有救了 但是我上上的感觉 台湾的男人这么奇怪 像亲像 住在家庭都没有什么欢迎 一个困境中间 如果一个老板 稍微对家庭更用心 人家说 这些模范爸爸 这些很好的老板 他只是浸他的本分之一 那有什么好看 他只不过是在做他改造的事情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四周围 很多很多这些做老板 他好参照自己没有去浸 老板这些浴缺是没有感觉 我们好参照说 那个心会死去 那个做老板 那个角色好参照只死去 男人好像有贪钱的机器同样 你如果贪有钱 你看你有去 你如果贪没钱 变成没有落影 这是一个很爱的情形 但是我们大家终于这样做 所以当一个人 他心里说 我生命的隔壁 在哪里 难道我就一定 要有生猪吗 我敢不可以用其他的方式 找到我的生命的隔壁吗 好参照 在这种的情形之下 你会变成很高端 你会感受到你四周围 这些有理想的人 这些自己的人生 有一个目标的人 是很少数 大部分的人 我们出生后 也没有在问 人多少时间在做什么 我们的机会说 有汤吃就吃 有汤睡就睡 有汤喝就喝 有汤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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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跟一人住这会 一人好像没输 四人一样 他们对他们发生 四周围发生的事情 没感觉 看到新闻報章在抗 抗一些应该是很悲凶的新闻 那我们也没感觉 人家在说 现在 上海有五六成的 就是在看新闻 不是看联续局 联续局 那个变局变的 还不如社会新闻 实质发生的事情 会刺激 所以上海有局成的 就是在我们的新闻 当中 你看这个报新闻报的事情 你看到你会感到犹豪 这个世界哪有可能的变作是这样的 台湾已经变作 这种的一个土地 大家应该都来检讨 所以前来的朋友 你敢有感受到 你自己所大的地方 怎会像真相忘了 你能记住 那些人没感觉 他们的生活没感觉 才能用一个形状図 叫做水生亡死 他都完全看不到 我多少世界的希望 是在哪里 我们只会认识 可以认识 可以认识 可以享受 这样就好了 上海庆庆的什么人 就是死人 死人 死人连吃也不用吃 死人也不用睡 死人也不用睡 哪里都没感觉 你不要在笑 心情是这样 你如果认识到太想 实在吃得很真实 很多人 他现在的生活 是连吃的規格都没有 以前的人是 躺下来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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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 现在很多人 他的生活多在世间 他连吃的力量也没有 你说要找他去吃这种菜 他说没有 吃太多了 吃得越吃越大股 要做什么 你找他去出头 他说没什么好玩 那都玩过了 他我知道这个世间 你都说没乐趣 没戳闭了 没戳好一个东西 可以再去音他的心 你要找他 今天世间看来 他说没什么好看 就是这样而已 你说让他很多人开 一个很散的车 可能也有幸福 一个好家人 他开到已经都没有幸福了 可能少年时期 对汽车也有幸福 少年时期 对驾车也有幸福 那跟一个会锁的时候 你说叫他去驾车 他没了 你要叫他去买 门跑车 他没了 想说他的心已经死了 他去开钱 他去欧落的时候 他担不到那个快乐 所以他没想到 又做那种无聊的事情 我们这样比较之后 你看很多这些外国人 因为我去国外的时候 看到外国人都很老 又骑到西皮车 噗噗噗噗噗噗噗 一个骑到外面洗 洗了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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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油烂 骑到台湾 台湾是比较累 台湾是比较累 台湾很小 如果在美国 港台 或是在新的 新西兰 澳洲 土地有够看 我有一些朋友 住在那国外的人 他们就说 土地太够了 太够了 那太多的地方 都不能去过 只有生互相去的地方 就已经走不走 又要离开自己的生死 又去其他的地方 他说没法 那生死太够了 太够了 他也要将来不离开 他的那个生死 去一个坑空的地方 什么 因为他的生死 就已经很大了 好像他的公圈 都很看 他连他家的公圈 他连他家的公圈 一年都去不几百 那地方真的是很看 但是你看到 国外有些人 他们是很有幸福 家里外面在观光 家里外面在游浪 所以我们就很贵心 我们贵心 国外的人 他贪心贪心贪心 他贪心贪心贪心 他不是贪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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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最好他也不知道可以享受 有的人又比賽就是怎樣 像我剛才所說 他就沒興趣可以享受 所以他這樣人生做人 這四人過後 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外來做什麼 這種人很多 憲竟說這叫做什麼人 死人 死人 死人不必吃 不必工作 什麼都不必做 只躲在那裡就好 我覺得最適合 讓我們對未來最快感受的 就是青少年 因為現在很多青少年 已經慢慢變成像死人一樣 你如果說青少年會叛逆 我們說這句比較實在的人 這又是好事 只躲在那裡開來給你叛逆 他又是開來給你圓結 他又有一個開來 又給你避開避開 有的少年要去玩極致運動 你知道什麼極致運動嗎 騎腳踏車 搬一台板這樣 這樣背來背去 不然就用一台滑板 在那裡刺來刺去這樣 那算是好的 他用很多時間去做的事情 那算是好的 至少他的生命 還對某些事情有幸福 我還比較淡心 是你如果注意看 你的生活變慢慢 一般人會越來越多 很多這都是拍拼 都有憂鬱症的 都有精神方面來吃拼的 就是很多青少年 他們對這個生命都了解 都沒幸福了 他連出生他也沒幸福了 剛開始還會上網 又拍一拍 後來他對這個也沒幸福了 他對什麼東西都沒幸福 他這個年輕人說對戳頭有幸福 對出外面交友有幸福 去烤肉有幸福 運動有幸福 眼睛有幸福 看電影有幸福 拍電影有幸福 我告訴你 現在越來越多這些青少年 對這種東西都沒幸福了 他也沒想到跟朋友出在外面 他也沒想到去這兒去去運動 學一個樂器去唱歌 他也都沒幸福了 慢慢慢慢 我們生命會越來越穿越 越像一個外思人一樣 就是他不知道他要做什麼 他整個人都沒力 他沒那個幸福 去做很好的事情 親親跟我們說 這種情形在親親裡面形容說 跟我們親像一個思人一樣 只不過八十八評審 這是一個大人審的 但是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比較避開的就是 連青少年已經開始有這個反應了 那都是一種無形的壓力 相對創作人的生命按照主人的定律 這個生命如果沒有壓力 如果沒有壓力 照你來說 應該這個人是很快要接到 這個人如果沒有壓力 照你來說 他的家裡外面心情很慶喪 他的優散萬歲 他的欣賞代主人 他的安心在那裡聽教外的聲音 他的願意看這個客水 他的願意欣賞這個客中那個魚 照你來說 人應該是會開心跟代主人 有真好真好的一個關係 但是人如果如果開始有壓力 身體如果有更重的壓力 他慢慢讓他這個力量會損失 會不會去 所以久來那個時候 對這個世間 失去後幸福 這個世間對他都沒有很好的去壓力 所以這是一個危機 所以八十八篇在說什麼 你說一個人基督說 相對我這樣不行 一個人只要看到自己這個情形說 我這樣不行 他有看到那個危機 他有看到那個危險 他看到我對愛情不幸福 我對吃東西不幸福 我對穿衣服不幸福 我對這個交通工具 人在愛戳戶 要騎腳踏車 騎肚子 要塞車 我都不幸福 對這類人他自己申請一個危機的感覺 說我這樣不行 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這樣可能我有病 我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可能我的心理沒有健康 八十八篇的作者 他雖然沒有說他遇到什麼事情 但是他說我沒有心 都總是油溫 都是泛爛 我感覺我怎麼像是要死去的一個人 死去的人 死去的人 只有死人一樣 不能關心我 我也沒想要關心他們 那要食材我的人 相對 那些人怎麼會理我狀況 那要食材我的人 現在怎麼都跟我都疏遠去了 都沒有關心我 所以這個卓佇說 我的眼睛已經靠到沒有眼睛了 他說我靠到眼睛已經都乾掉了 說我的眼睛很乾淨 我的心很乾淨 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人的朋友 你的人生 有這種經驗也沒有 你如果說 你在說什麼 我都聽不懂 恐慌 你的人生怎麼這麼夢幻 怎麼這麼順利 以我所知道 絕大多數的人 你如果到一個年紀的時候 你的死命中多少 都經歷過八十八篇所削 這種的痛苦 這種的壓力 這種的污染 這種的對你的身體 這種的東西 那些人覺得都失去幸福 那叫做人生的低潮 人生怕到一個結局的地方 身體有的老父是生孩子 那些人覺得他的生命都沒有意義 那叫做產後憂鬱症 那是一個人生的低潮 怕到那時候 好像要怕不出來 那些是一個山谷裡面 要爬起來很高 還爬起來很困難 但是一定要爬出來 一定要爬出來 所以我們休息一下 然後繼續來看 看這個作者 如何對這個人生的作者 用那四季的中間 它如何對上去 來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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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會怕到絕路 南面有時候 怕到你的人生 覺得對未來都很不願望 這樣當時要怎麼 這樣要求助 SOS要求助 基督就是一個求助 所以這個詩篇就是在寫 寫這個詩人 它就在求助 你如果看他跟上帝說話 你會覺得 祝福現在的輔導 全集輔導 所以說 上帝是最偉大 一個心理學家 上帝非常了解我們人 所以 這個詩人在寫 他就開始跟上帝說 上帝 我很辛苦 他說上帝 我早起一個基層而已 我心中穿我壓力 我一個基層而已 我就開始要基督了 我就要對你講話 他說上帝 我很痛苦 你沒有救我 我如果死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的作為 他敢不可以讓死人看到嗎 那一個死的人敢不哭了你 這個人沒辦法補了 他敢不可以為你來做堅情 他敢不可以為你來做工 所以這個時候 這一個叫做賣緣 我們想想說 不要賣緣 不要賣緣 那當然是一個人 他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跟他說 叫他不要賣緣 但是當一個人 他真的已經是聰職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還要跟他說 要討論上帝 聽不下去 所以用這批 來提醒我們 教會裡面的人 我覺得教會裡面的人 實在是太過好心了 有時候聽到這些兄弟姊妹在說 我很痛苦 我對上帝很不滿 上帝怎麼會這樣 上帝都沒有幫我幫忙 你就會說 別賣緣 反思感謝 這個時候 人在說 你會覺得 你這種東西 就是要讓人 事情要不發生正常 你就要說 那如果一個人 已經發生事情 心情在壞了 他已經在說不完 這時候我們在旁邊 疼疼疼就好 那就像像一個醫生 你去平方看病人 如果病人跟醫生說 醫生很疼 醫生說沒辦法 誰叫你這麼暗 誰叫你不可以 誰叫你吃飯不正常 誰叫你不運動 醫生如果跟你說 你如果疼疼 你是一個病人就對了 你聽到 你會做什麼感想 你自己想看看 我哪裡在這裡 你跟我說要做什麼 你現在不就 他已經跟他看 要給他煮什麼 還是我吃油 還是跟他做什麼 什麼的治療 你現在說 那時候要做什麼 那都過去的事情 那如果醫生 要說保健的觀念 不是說一個人要常常運動 要怎樣 那是對健康的人說的 對也不會打拚的人說的 一個人也不會打拚 你就要鼓勵他 就要上上運動 一個人也不會打拚 你就要鼓勵他 早睡 一個人也不會打拚 你就要鼓勵他 吃東西就要正常 那是你也不會打拚的 一個人也不會打拚 你跟他說什麼 他都疼下去 但是當一個人都已經拚了 他的身體都已經浪下去了 已經躲在拚成這樣 在哀哑 叫不去嗨 你做醫生的人 在這裡 還在旁邊說風涼 人也覺得你這個醫生 實在是很沒水準的 人也覺得你這個醫生實在 很不了解拚的人 同樣這個道理 我也想想 感到教育裡面的人 我們說話比較難聽 我們自己人 這樣批評 比較不好意思 我覺得教育裡面的人 有時候太過沒人性 有心性 沒人性 有神性沒人性 就是說 煩師感謝 煩師祈禱 煩師祈禱 我們兄弟都幫你安排 是啦 這些的 是沒有遇到的時候 大家互相來看勉 互相建立一個 很好的一個觀念 但是 如果 你教育的人 已經遇到這個困難 已經在完結 已經孩子已經出了很大的問題 已經整個家庭氣氛很不好 你現在鏡頭跟他說 煩師感謝啦 兄弟都在美好的意思啦 不要再賣完了啦 好 聽你 聽你家庭的幸福 人家真的掃手牙 所以我給你付出 你公眾話 給人家的實際需要都差太空氣了 你公眾話就不符合 人家 那時候真的 他最需要聽他的話 那時候的需要的是鼓勵 那時候的需要的是幫你幫忙 那時候的需要的是來人動 那時候你就應該說 我們不用 我實在是很替你 感覺 威褲 我也感覺你實在很威大 這麼困難 你還要給我肚子堅持 那時候你還要說這種話 那時候 我們要像信心裡面所說的 我們跟靠的人 要做回老闆 我們跟笑的人做回笑 跟靠的人就要做回靠 等一個人 他人的身心 有很多的煩惱困難 困難 你就要把他的身心裡 你就要跟他做回 所以當他在賣完的時候 你點點聽就好了 你安慰就好了 因為當一個人通過的時候 他還要說出賣完的 這是一種治療 一個人在通過中 他還要有膜塞湯 淋出來 那是好事 那代表他還要有靈力 可以標搭他的感受 這樣代表這人也不會死 那如果真的壓力大到一個程度 他的優勝 他裡面的痛苦到一個程度 他已經沒想要說了 他也沒想要接受安慰 他也沒想要接受鼓勵 那時候事情就大了 那時候真的算盡了 所以你如果聽到 人家在說賣完的話的時候 請大家記住 不要跟平平 那就代表那個人裡面 真痛苦 他要黏你給他黏 那個就像你家有本舌頭 都要拿出來倒 不是問說你家怎麼會這麼厚 你說這要做什麼 所以八十八篇在寫什麼 寫了這個作者 他在拜完 他在拜完說 兄弟我現在很痛苦 他在聲說他感到他很無助 聲說他的朋友怎麼都沒去 兄弟在他說 兄弟的朋友說 點去 兄弟的朋友跟他說 你怎麼都消極的思想 兄弟不說 兄弟點點 你要說 你做你說 這轉家 轉家的輔導 就是說 你有什麼優惠你說 阿公在旁邊 嗯哼 人家認同 嗯 對 就是這樣 我了解 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這個說的人 他就很想要繼續說 因為他感到你有在聽 上次害怕是害怕 他在說我最近 跟我們兄弟感情不太好 你說阿 我告訴你 阿公阿婆都這樣 這本來就是很正常 阿公 我告訴你 你就要安裝安裝安裝 我不要跟你說 他說一句 你說十句 他說一句 他說二十句 他起一個頭 你就接下去了 你這不是在說故事接龍 拜託 稍微聽一下 稍微了解一下 所以我們人跟人之間 很需要這種的認同 就是說 心情說你跟我 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是肉做的 我們都會搖 我們都會疼 我們都有目視 我們都會鬱 我們都會有種很無助 促進的時候 我們要跟人同 所以當我在看四篇八十八篇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人家的相對 回答說我幫你保證 我沒有看到這個詩人說 相對我告訴你 我感謝你 我知道我一定得勝 很多其他的詩片 我有看到 這些詩人 以前說很多這些賣完的話 說很多這些通告的話 但是最後我說相對 我告訴你 相對 我來請你 但是八十八篇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他說我的朋友 相對像我的朋友 都放在黑暗中 沒有 這首詩 在一個很絕望 一個形容時中 來結束 你會覺得 八十八篇說 這首好像 生不完 好像欠一個 哈利路亞 阿門 我跟你說 有時候 我們人在亂照的時候 那種話 你會說不出來 有時候 你痛苦的時候 像這個八十八篇 你會贏一個標題 聖經給他標題 誰說一個 在死的人 的基督 一個人已經在死了 你要叫他 那時候又叫他 要說 阿利路亞 阿門 那時候又叫他 他在說 兄弟我哭哭哭哭 好啦 凡事 感恩 當然有時候 有的人 認命太好了 但是八十八篇 他跟我們說 有的人 沒辦法 有的人 要叫他 用那個做結論 他沒辦法 他就是心中心 全都痛苦 但是這樣也是 相對接受 所以並不是 每一篇四篇的 最好 都是哈利路亞 感謝阿樂主 不是這樣 這樣 相對的 是真的可以了解 有的四篇 那個死人死 那個死 好像不算 因為他不知道 要怎麼死掉 因為他有夠痛苦 因為他是一個 在死去的人 在死去的人 他說 我已經看不到希望了 我不知道 明天才 我還可以看到一頭 那種的心情 所死的死 其實一般 耶穌來形容 叫做黑色 黑色 黑色 那時候 他的人生不是黑白 因為已經沒有白 都黑的 全黑的 所以 相對讓我們每一個人 生命中 遇到的難處 都不一樣 我們如果看到 有人在這種困難 要把它拿掉 這就是八十八匹 可愛的地方 好來 今天節目是到這裡 一起去 後一集繼續收看 人生的歌 四篇 就下 阿嬤 阿嬤 你有感覺 你有感覺 你只吃壞名 生在那個世代 還這麼健康 你有感覺 你有感覺 你吃壞名嗎 沒有 我會吃壞名 每一個人 都不是好名 要得到地獄 好名 嗯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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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覺得自己的名字 沒有聲 都欣賞 別人好名 感謝 阿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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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nes 阿嬤 我提醒 我這是我的 阿嬤 向 amo strategy 向 你 孔 人 我們 就叫他將他打放下去 所以這個人就將他打放下去 然後 上帝就說 你一個人裡面 另外搶一個打 你感覺比較輕的 所以這個年輕人 他就日到裡面 想要找一個比較輕的打來打 上帝怎麼在這裡好 看他打這麼長不甘就對了 還可以讓他換 這樣我也要來換 故事繼續聽你就知道 那個人他日到另外一個房間了 發記裡面很多檔檔 都很長很長 他看得一直猶豫 說哎呦 我才不想打這麼長 經來經去 經一個最輕的就把打起來錄 然後就跟上帝說 感謝你這個打 實在很輕的 嗯 上帝真的給他換一個打票 沒有啦 上帝最後回答說 這個打你剛才放下去 同樣的打嘛 蛤 所以呢 世間每一個人 我們打的其實都竟然是 最輕的打就對了 阿嬤你說這個實在 真有打你 不用賤賤別人 自己好好講就好 好啦 這麼時間到了 我也是要來換一個打 換看比較輕的 好 拜拜囉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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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